百年时尚心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第五位皇帝高伟 和所有王国之君一样 荒淫无道丹于享乐 话说他有一个叫冯小莲的飞字 原本是皇后牧师的侍女 但由于长相美艳又能歌上舞 被高伟看中后封为了淑妃 高伟对冯小莲宠爱至极 不仅走哪儿都要他随世 还非常喜欢将他抱在怀里 就连上朝议事也会把冯小莲露在膝上 搞得满朝大臣尴尬不已 据说冯小莲的身材极好 且皮肤细嫩 冬天暖似一小团伙 夏天则凉如一小块冰 也难怪高伟对他这么爱不释手了 然而更奇葩的事还在后面 皇帝高伟天天看着冯小莲 深深觉得如此风情 只有自己一个人独享 为免抱天天物 于是想了一个主意 让冯小莲赤身裸铁躺在一张暗机上 再把这张暗机放到朝堂正中央 还让冯小莲摆出各种美妙的姿势 然后对外宣布 凡愿官者每人付千金 也就是说把冯小莲当众展览 只要给一千金就可以进来观看 他还让大臣们排着队按顺序交线 这就是成语玉体横尘的典故 唐代诗人李商尹也有诗云 小莲玉体横尘液 以暴周师辱尽阳 这样荒唐的行径 国家不灭亡都不可能了 公元576年 北州攻打北极 高伟逃跑 北极灭亡 中国古代 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军艇 他们虽为丫鬟 身份却不低 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 最亏见鬼坊之乐 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 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 感兴趣的朋友